大家好,我是卡图摄影教育中心的叶子 欢迎和我一起学习自由职业摄影师课程 今天我们来学习测光 那测光的顾名思义就是测量光线 谁测量呢,是相机测量 测量谁的光线呢 测量的是相机正在拍摄的这个环境的光线 测量光线的强度 以便决定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光圈 什么快门,什么干光度来拍照 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由相机来测光 我们就叫它自动测光 而自动测光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它的原理是什么 有人可能比较心急 说又老师为什么不能直接讲我们操作相机 非得要讲什么原理 觉得这个原理跟自己的摄影学习没什么关系 那就咋错特错了 如果不懂得自动测光的原理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相机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相机怎么想的 所以呢大家还是需要有点耐心 我们得从头来学起 不过大家应该也知道 叶老师的课呢 一般不会特别的深奥到这个枯燥难懂的地步 所以我们只了解这个自动测光原理中 跟我们摄影人有关系的这一部分 那么首先呢 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 如果你们自己去发明一种能自动测光的 能自动曝光的相机的话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设计这种功能呢 再一看呢 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任务 但实际上我们的科学家们用一种非常简单的办法来解决了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们当时找了几万张的照片 这些照片呢 可能什么都包括啊 有夜景的 有白天的 有拍人的 有拍景的 拍动物的 是吧 什么样都有 那把这些照片全部都收集到一起以后啊 就请了一些志愿者啊 帮他们来统计这些照片的平均亮度 具体怎么统计啊 也是很简单的一种方法 就是把每一个照片啊 画上一些很细的方格子 一批志愿者把这个方格子给画完 另一批志愿者呢 就啊 在跟着屁股后面数 数这些方格子 把这些照片画出来的小方格里的这个图像 那一部分 去跟自己手头的一张亮度的对照卡 去进行对照 那他们手上的卡片呢 是由100个小方格组成 每个小方格里面是不同的一个亮度 从零级 也就是黑色 一直到九十有级 也就是纯白色 各有各的对应 那么他拿起小方格啊 一个一个去对照 这个照片 第一个方格是第46级灰 第二个方格哦 是第82级灰 那第三个方格哦 原来是接近白色 是第92级啊 等等等等 所以呢 他们通过这样一种 简单的方法 就把一个照片的这个亮度啊 给数字化了 他先把它划分成小方格 然后再统计每个小方格的亮度 最后一算平均数 就知道 哦 这张照片的平均亮度是多少 但这些科学家们呢 比较严谨啊 他一张两张照片 他不说没问题 他找了这么多照片 然后平均的计算出了 他们的平均亮度 他们平均亮度是多少呢 是这个颜色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粗略的认为 我们整个地球上的 其实事物的平均亮度 就是这个颜色 怎么来描述它呢 我们说它是18% 反光率的一种灰色 那有人说 这个世界是彩色的呀 不是灰色的呀 我们不论彩色 我们只是在说 这些物体的一个亮度关系 他们的平均反光率 是18%的这么一种反光率啊 我们如果刨除这个颜色的 这个干扰以后 我们会发现它就是一个 18%也就是肉眼 看到的一种中灰色 既不亮又不暗的一种中灰色 那么好吧 这种颜色已经被计算出了 那么我们现在 就要把它运用到相机里面 科学家们就把这个颜色 告诉了相机 说你拍照片啊 你不要管 你拍的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相机无法理解 你拍的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 小花该是什么颜色的呀 这个这个树又该是什么颜色 树干该什么 他一律不知道 他根本无法识别他正在拍摄这些事物 他怎么又能知道这些事物本该是什么颜色呢 对吧 所以科学家们就说呢 相机你别管你拍什么 你只管把你拍到的 见到的所有物体 拍出来这个结果呀 平均的亮度为18%灰就可以了 于是相机呢 就通过不同的光圈 不同的快门 不同的感光度的组合 最后他就一定能把这个照片的亮度 控制在18%灰的这么一个程度上 我们之前学过光圈快门 感光度是什么了是吧 这每种值 他都是能够影响我们的画面亮度的 所以相机他当然就能通过这三个因素的组合 最后组合从任何一种亮度的照片 也就可以组合成 所谓的18%灰的照片 只要他把这张照片拍成平均18%灰的样子 我们就认为 相机你做对了 如果拍风景是这样的 那么在拍建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那些暗色的部分和那些亮色的部分 平均计算起来 只要能等于18% 会我们认为 你做的是对的事情 即使是一些反差非常大的场景 比如这个画面 非黑即白 这个车窗里边全是黑的 车窗外边又非常的明亮 这个车窗外面有一个模特 它的肤色基本上处于浅灰 但是在脖子以下的部分 又是完全处于纯黑的一个样子 那么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反差图片 别忘了 黑白之间一平衡 一综合 一平均 最后还是一个18%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绝大部分的场景中 相机的这种计算方法 不会太有错 它的计算逻辑非常简单 也非常粗暴 就是把它看到了物体拍出来 最终等于平均灰为18%会的样子 它就觉得成功了 我们也认为它正在做对的事情 当然了 这种测光方法 有一定的弊端 我们后面会说到 就是拍雪景的时候 如果它把雪景拍灰了 是吧 拍煤堆的时候 如果它把煤堆拍灰了 都是错误的 但是在这里 我们还没有学到那方面的知识 所以先放在一边 我们先不管它 至少在绝大部分时候 这样做是不太会有错的 后来我们为了让相机的测光 能更精准一些 能更随心所欲一些 我们就又制造了各种各样的一种测光模式 什么叫测光模式呢 可以认为它是测光范围的意思 可以认为它是测光范围的意思 我们常见的测光模式 有以下四种 平均测光 中央重点 平均测光 这有点拗口 然后是局部测光和点测光 四种模式 那其中的这个局部测光其实现在很少见 只有加能力里面有 更多的是平均和中央重点和点测 这三种 先来看看平均的问题 什么叫平均测光呢 我们模拟一下趋劲器里看到的场景 所谓的平均测光 就是在整个画面的范围内 相机都会权衡他们这些物体的亮度 算那个18%的平均数的工作 也就是说它的测光参考范围 是遍布整个画面的 这是特别好理解的一种测光方式 但是呢 它也可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过的 比如说你拍的是雪景 那么平均测光的话 就会把整个雪景平均为灰色 拍出来的话就会显得雪比较脏 就不是雪该有那种白色了 于是呢 我们又做出另外一种更高级的测光方式 叫做程序测光 它是在平均测光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怎么改进的呢 它是在平均测光的基础上 加以改进的一种极为智能的测光方法 可能是我们目前为止 相机里面最智能的一种测光方法了 在佳能里面呢 它的图标是在左边这个样子 在尼康相机中呢 是右边的这个样子 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名字 佳能叫平均 尼康叫矩阵 那实际上都是程序测光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它把整个画面分了好几个区域 然后呢 对这些区域进行评估 比如说这个画面 它把它分成三十几个块 四十几个块 然后再评估它们的亮度 来猜测你的目的 比如说尼康相机机身里面呢 它其实存着三十万张 别人拍摄的照片的曝光数据 然后你在这个拍照的时候 只要你使用的是这个程序测光 那么它就会把你这个照片呢 分成好的小的区块 然后进行分析 好像跟那个 谁谁拍的哪张照片的 这个曝光场景有点类似 然后再猜测 估计你是拍夜景吧 于是它就按夜景的方法 来给你曝光 所以这是一种很人工智能的方法 由于它是分区来进行分析的 所以也叫这个分区的测光法 但它不能叫区域测光法 因为区域测光法呢 是非常著名的摄影师 安塞尔亚当斯的一种手工测光的方法 这个名字已经没有再用了 我们就不能再用它了 但是你要知道 它也是分区进行评估的 而程序一旦把这个场景 评估为夜景 它就会知道 虽然这里有一些灯光猛火度 但是你不用管它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强的光源 它虽然整个画面比较昏暗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这本来就是夜景 等等等等 那还有一些相机呢 有一些更复杂的测光方式 比如说你看还有一个 3D矩阵测光是吧 什么叫3D矩阵测光呢 其实矩阵就是分区测光的意思 我们就不管它了 那3D的意思呢 它就是说 你对焦对的哪个物体上了 对焦对的哪个物体上 它就着重参考那个物体的曝光 因为比如对着人上 人就有主体对吧 对着动物上 动物就有主体 它会根据这个要素啊 这个距离和这个对焦 这个要素呢 它在判断曝光应该 权重哪个区域 我们都不管它了 因为我们都可以把它认为 是程序测光啊 人工智能的程序测光的一种 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 那么除了夜景以外呢 我们的程序测光 当然很聪明啊 它可以判断 哦这个是逆光 那么逆光到底应该 怎么样曝光呢 它会做一个判断 这个呢 它可能会评估为雪景 哦原来天上是蓝色的是吧 上面部分颜色稍深一点 下面特别亮 这非雪景莫属啊 这种场景 所以它可以评估为雪景 并且按雪景进行曝光 雪景怎么曝光的 雪景曝光就是 下半部分的物体 要尽量接近白色 但又不能曝光过度 这就是它的一个最终目的 所以在这种程序测光里面 它其实不是简单的 按照18%会的平均数来算的 它还要猜测啊 并且跟其他的照片曝光 进行比对 我们再回到这个 比较傻的一种曝光方式里 这种曝光模式呢 是比程序测光 要有更早的历史的 那么在佳能里面呢 它叫做中央重点平均测光 尼康里叫中央重点测光 也很好理解 从字面理解就可以了 过去大部分的一个胶片代表相机 测光模式 都是这一种测光模式 你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正在一个黑暗的环境中 拍一朵小花 小花如果你只看那个中间的绿色部分 像个陶星一样 非常非常有意思 在华尔的末端呢 有些包办了水珠 而因为我们用了这个环形闪光灯啊 导致这个水珠中间出现了环形的这个 反光 像个甜甜圈一样 那么 什么叫中央重点平均测光呢 就是说首先这个测光啊 是偏向于中央区域 到底中央多大区域呢 如果你的这个相机的区域 其中间有一个细小的圆圈的话 基本上就是那个范围内 你刚想起有加能量就好像没有 就是你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这个发光的白色区域部分啊 有一圈很细的这个边缘 就是那个部分之内 就是中央重点的重点所在啊 重点参考这一部分 但是呢 他又平均的要参照到整个画面 这叫中央重点平均测光 这种测光方式呢 也是比较公允的一种了 因为我们拍的东西呢 十有八九代的中央是吧 我们不会偏离的太远 所以他就参照中央 进行平均的测光 当然了 我们的这个测光和对焦 不一定是联动的 就是说你可以对着一个物体测光 然后呢 再对着另外一个物体对焦 或者是说 我们对准这个物体测光以后 偏转镜头 重新构图 让这个物体跑到旁边去 都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有曝光的锁定按钮 是吧 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一点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啊 说中央重点平均测光 是不是只能用于这个物体的中央的东西 其实不是 有时候我们拍人像的时候呢 哪怕是把这个人脸摆在一边去 我们也会用这种方式来测光 因为我们可以把正中央先对准他的脸色光 测光锁定冒光以后 我们再去构图 再去怎么样对焦都可以啊 它比较适合拍摄的一种 人物脸部的特写之类的场景 因为这个人的脸部够大 是吧 能充斥到整个中央重点的区域中 就是可以的 就像这种小花而已啊 这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情况 但它也有不适用的时候 就是有了情况 它确实不太适合用这种方式 比如说你画面的中央根本就没有主体 跑到一边去了 这个主体呢 你还不一定是想把它曝光到一个灰色的样子 所以有可能就不适合用 当然我们刚刚也说过 你可以采用这个曝光锁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三脚架的话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 是你的主体啊 是白的或者是黑的 也不行 因为呢 即使相机只重点参考中央的区域进行曝光 但是它所遵循的逻辑还是18% 也就是说 它是想把画面中央的这个物体拍成18% 所以如果你的东西中央是个白东西 是你的主体的话 你就肯定用这种方法还会出问题 是吧 不是说不能用 只是说呢 你还得配合一个别的功能 曝光补偿功能 后面我们会讲到的 而不能直接的去用它 过黑过白 都不能直接的去用它 第三种情况是 你的主体太小了 哎呀 这么小的区域呢 你要用这个中央重点 那它涵盖的这个范围 就远远超出了主体范围了 可能是不太适合的 我再次强调一下 除了程序测光以外 其他的测光模式 不管区域大小是多少 测光的区域是多少 相机还是想把这个区域范围内的物体 拍成平均亮度为18%灰的样子 那么接下来呢 是奇葩的佳能 来了以局部测光 这个实际上是介于 这个中央重点平均测光和 点测光之间的一种测光模式 它是比较小的区域 但是也不算特别小吧 8%还是百分之多少 不算特别小 也不算特别大的一个区域进行测光 由于现在大部分相机都提供了点测光 就比它范围更小的一种测光模式呢 所以区域测光其实我们现在 好像只有佳能相机 还在坚持提供这种模式了 而我们摄影人呢 几乎也不太用这种模式了 要么就用这个程序测光 要么就用点测光去了 是吧 中间这一种其实有点尴尬 最后我们来了解 了解点测光是什么意思 因为大家这个老听说 高手用点测光 被误导的很厉害 所以我还是要给大家解释清楚 点测光呢 好歹家能跟尼康统一了一回 他俩都叫他点测光 不下去名字了 那他的意思也很简单 就是他只在中央极小的区域进行测光 按理说呢 应该是我们这个测光表内 一度夹角内的物体进行测光 在相机里面呢 一般指这个画面区域 3%左右的一个小点进行测光 其他的部分 他是完全不参照的 完全不参考的 做的小的呢 可能有1% 做的大一点呢 可能5% 总之就是3%左右吧 所以反应比较快的同学 应该反应过来了 由于我们完全不参照 周围的物体进行曝光 我们只去测量中间 一个极小的范围的物体 所以这个物体 它本身是什么亮度 就非常关键 如果它刚好就是18%灰 那么你让照片拍出来 那个区域还是18灰 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曝光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偏了 它测量在别的地方的话 那可能就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个我们后面 马上会讲的这个问题 那么有同学可能还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小区域 它是不是永远位于中央呢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中央重点 平均测光也好 还是佳能的局部测光也好 都是只位于中央的 但这个小点 它就不一定 点测光 佳能好像绝大部分 还是只能在中央测光 但是尼康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叫做对焦点联动测光 就说你的对焦点 你看我现在写了最左边的对焦点 那它测光的点就在这个位置上 它的对焦点 就是它的这个点测光的位置 但是佳能相机 甭管你选哪个对焦点 测光都只测中央的一个 所以这一点的确实比较尴尬 但是呢 也不是说不能用 这个用习惯的两者 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你们去多实践一下 你们就会理解我的意思 那么最后要解密了 点测光是不是最精确的测光方式呢 如果从机器上来说 从机械上来说 确实是最精确的测光方式 因为它只测一个点嘛 对吧 它根本不顾及周围的物体 但是按照艺术上来说 按照我们想要的最终结果来说 点测光是最危险的测光方式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它如果测的好 是测皮肤 不见刚才这个测这个小男孩的皮肤一样 测的好 这个小男孩皮肤那块本来就差不多18% 所以拍出来照片就是正常的 但是 如果你测量的不是一个18%的物体 比如说 你测量了一个黑人的脸部 那么我们的相机 就会只参照这一个点测光范围内的物体 想把这张照片曝光成 那个范围内 是18%的样子 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想象整个画面会严重的 而反过来 如果你的点测光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明亮的物体的话 那么我们的相机呢 会想把这里拍成一个比较深色的样子 怎么办 它可能提高快门 它可能收小光圈 它可能降低感光度 不管怎么样吧 它一定可以把这样照片拍成这个样子 刚才那个区域内的物体变成了反光率为18%的物体 而你将照片就算是砸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点测光啊 在范围上来说它是最精准的 但是呢 它一定要在合适的时机下来使用 你不能瞎测 你测在不该测的位置上了 那个物体的反光率不是18%规的时候 你拍出来的结果就和你想要的差值千里 我再强调一次啊 因为有同学可能觉得有点晕 为什么之前我们是用平均测光成绪测光的时候 没有这个烦恼呢 因为它是参照整个画面进行平均的 这样的话就大大降低了这种失误的几率啊 但如果你只让相机测中央的一个点 那么平均就无从弹起了 但是你那个18%规是整个地球的平均亮度啊 是吧 它又不是说地球上所有的物体都是18%规的 所以你测到亮的画面就会变得很暗 测到暗的画面就会变得很亮 总之整个画面会非常的失真 那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这个样子 所以呢 点测光有非常严谨的用法 它是大家需要掌握的 怎么样用呢 最好呢 是使用灰卡 有人说我的眼睛很犀利 我的眼睛一看就知道哪个地方是灰 那就瞎扯 地球人的这个大脑在理解事物的时候 是采取了对比的理解法 那就是说 我们并不能直接测量出一个事物的准确亮度 我们在估算它的亮度的时候 是和它周围的亮度进行对比来进行估算的 一切事物在大脑中都是这么理解的 再加上我们的眼睛呢 这个不管是我们的视网膜 还是我们的视知觉系统 还是我们的大脑在接收信号以后的这个处理过程啊 都导致了我们的眼睛也是无法正确的估算画面亮度的 不要出去吹牛皮说我经验丰富啊 你拿别的例子来说明你摄影经验丰富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丢这个人出去说 我的眼睛可以正确估计亮度啊 这是非常非常不可靠的 你估计个大概其实我也就信了 但是你要准确估计是绝对做不到的 所以呢 我们不能说 哎我肉眼一看 啊那个墙差不多18%会吧 我测它就好了 这个是个近似值粗劣值 最好不要这么做 最好呢 是使用国际标准的灰卡 这个国际标准要标准什么程度呢 很贵的 一张纸是吧 上面印刷这个灰色 当然它印刷的非常精细啊 这个灰色也不太容易变色 这张卡片可能就卖你100多块钱 200块钱 300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贵的卖你一个1000块钱 也是理所应当的 那越贵的这个灰卡呢 可能越经得起这个 比如说不同的湿度啊 不同的恶劣的环境啊 它不太会变色 那国际标准的灰卡 到底要怎么使用呢 我来教大家一个啊 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是这样子的 首先在你拍摄的模特面前啊 请他自己拿了这张灰卡 拿了这张灰卡 挡住他自己的脸 因为你主要拍摄的是脸 是吧 如果你拍摄的是模特的话啊 这里我举的是人像摄影师 拍模特的例子 这个产品摄影师 将来你们要想拍摄产品的时候 就自己把这灰卡摆过去就可以了 摆在产品之前 一定要紧贴他的面部啊 紧贴产品 如果你不贴过去的话 就是光线照到灰卡上的亮度 和照到这个人的脸上 照到这个产品上的亮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就不好了 一定要保持这个灰卡 接受的光照和人脸 接受光照是一模一样的啊 贴近模特的脸部 然后呢 把相机啊 这个测光的那个位置 中间那个位置 对准灰卡正中央 进行点测光 有人说到底怎么测光 相机什么时候会测光 那事实上呢 相机只要不睡眠 基本上都是测光的 就只要你能看到 光圈快门感光度三个值 在这个相机的屏幕里显示的时候 相机都是一直在测光的 如果过个十几秒 你不动相机的话 相机会睡眠啊 这时候你可能会看不到某些参数 那个时候就不测光 所以如果你相机 没在测光的话 你扳一下快门啊 点醒一下 他让他醒过来 他就在测光的环境下来 如果是佳能或其他的 这个点测光 永远在画面中央的相机呢 你们准备这个相机中央 调起来一点 对着这个灰卡的正中央 确保相机正在对准 灰卡中央点测光 测完以后 请注意啊 相机别挪走 这个位置不能换 然后马上 你另一个手指头 按一下曝光锁定按钮 这个锁定按钮呢 一般在右手大拇指位置 也就是说 佳能相机呢 是这个信号位置 按一下就可以了啊 尼康相机呢 是要找一个叫做 AEL或者AFL的按钮 这个AEL的意思就是 Auto Exposure Lock 自动曝光锁的意思 AFL就是Auto Focus Lock 就是自动这个对焦锁 我们这个按钮有两个功能 但是我们在菜单里面 可以命令它只用作 曝光锁定就可以了 至于对焦锁定 我们一般不用这个钮 因为半快门不松开 快门按钮的时候 就是对焦锁定 所以我们一般习惯性把这个按钮啊 在菜单里设定成 AEL就是自动曝光锁定 话说回来 刚才我们把相机的这个点测光的位置 放在了灰卡正中央是吧 然后再按下这个按钮 我们的曝光就已经被锁定了 锁定的意思就是说 一会儿你拍照片呢 他一定会按刚才测量的这个值来拍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灰卡移走 因为移走以后 曝光还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灰卡在画面中的时候 我们的相机已经能把这个灰卡拍成绝对的 和他自己一模一样的 这个18%灰的样子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拿走 相对应的 这个人物的脸和那个灰卡 受到了光照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我们拍下的照片 绝对不会有曝光的错误 这是非常非常精准的一种测光方法 所以说不是我们的这个点测光不精准 是这个点测光一定要在严谨的使用环境中 它才是精准的 你要瞎测的话 肯定会出问题 你一下测人这个眼黑 一下测人这个眼白 你测人眼黑这人就变白人 测人眼白这人就变黑人 是吧 它的风险很大的 稍微偏移一点都不行 所以大家呢 如果是有志于成为这个商业摄影师的话 灰卡和点测光这个技巧呢 一定要勤加练习 一定要掌握它 那么我还是要补充一点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曝光锁定按钮 锁多久呢 相机一般来说 会在你按完块面以后 就这个曝光值呢 就已经失效了 你拍下一张照片的时候呢 它就是又重新点测这个画面 那你就又需要把灰卡拿回来 再重新拍 但是现在有的相机呢 它这个锁定是一直锁到关机为止的 就是说你叫锁一次 在这个过程中你别关机 那么接下来的所有照片的 它都会按刚才锁定的这个曝光结果来拍摄 这个人物的肤色 这个物体的这个明暗是绝对不会是问题的 那么其实我们除了锁定曝光按钮以外 如果你们是在影棚拍摄 这种光线在你的掌控之下 不会瞎变的 不会乱变化的这种环境上拍摄的话呢 我们其实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进行曝光的锁定 但是这一次锁定是手动来锁定它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点测光的位置 对准挥卡正中央以后 我们把它测光了以后 记下 用眼睛看一下 你现在相机的趋劲气体 下显示的光泉快门感光度三个参数 把这三个参数背下来 比如说光泉5.6 快门125分之1 感光度200 好记下来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到相机顶部来 把刚才的这个曝光模式 切到手动曝光 并且把刚才的你记下的光泉快门感光度参数 一一的输入到相机里边 手动曝光的时候 光泉快门感光度三个值都用你控制 相机根本就不控制任何关于曝光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手动输入 对吧 我们还是可以输进去 光泉5.6 快门125分之1秒 感光度200 这就跟刚才我们测出来的那个点测的值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放心炸弹的拍照 不用担心我们的曝光 会有任何的问题了 那当然了 你那模特绝对不能前后走动 光线绝对不能变化 你一旦前后走动一变化 我们就还需要重新的进行点测光 那么最后呢 点测光 其实还有两个小的注意事项 一个呢是拍照的时候啊 这个灰卡 要绝对的朝向相机的方向 当然我们这也只是一种 权宜之计一种简便说法啊 因为现在大家还没有学到太深入的地方 今后我们学习曝光的时候啊 这个有阻光辅光的这个区分的时候 这个灰卡的朝向呢 其实还可以有一些变化 但现在我们暂时不学那么多 另外一点呢 是在点测光以后啊 模特的位置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就是说他的位置一改变 他脸上的光的强度就改变了 那么你把灰卡拿走以后 他跑一跑 你再按款门就绝对会出问题 那在最后的最后啊 我们还需要简单的告诉大家测光模式 今天学了这么多的这个测光模式 到底在哪里调整 佳能相机呢 是按住四个按钮 最左边那个按钮 它上面画了一个测光模式 看见了吗 你把那个按钮按下去以后呢 拨动拨轮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中的测光模式 那个图标在变化 至于到底拨哪个拨轮轮呢 你拨一下前拨轮 拨一下后拨轮就知道了 有的时候忘记了 你试一下 不是前拨轮就后拨轮嘛 无非就两个 你试一试就肯定会知道 那么佳能相机呢 是按这四个小元按钮 就左边一个 你看那里画着一个测光模式的按钮 按下它以后 然后我们拨动这个测光模式 你就会看到测光模式那个图标啊 在那里变化 尼康相机呢 它在这个肩膀上 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标记 也可能在机背上 你们自己一找 那么按下这个按钮以后呢 拨动前拨轮 就能切换尼康相机的测光模式 那么这些课学完以后啊 如果是有条件的学员 如果你们是有志于成为商业摄影师的 或者是想试一试严谨的 点测光方法的 那么各位呢 就可以去买灰卡了 具体的这个购买地址啊 大家找到了那些便宜的渠道啊 我们都在我们的班级群里面在聊 如果还没有加我们的班级交流群的 请一定记得 跟我们的课程顾问说一声 让他把您拉到群里面去 课程顾问的微信账号是 H-I-K-A-T-O 这一课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